南韓发生严重海难 当地电视台除了暂停播放多个娱乐节目之外 连JYJ成员金在宗的新剧发布会都延期举行 这日他和剧中拍档李凡秀 杰亚帝国之子的时缘 吴燕秀 白珍熙和李运美出席活动的时候 都表现得很严肃 还带上黄丝带以示对死者的哀悼 今次在剧中饰演二哥的金在宗 原来已经两年没拍剧了 他在新剧中颠覆以往贵公子的形象 化身成为古惑仔 相当之有挑战性 而他之所以这么薄 除了因为担政做主角之外 还是因为这部剧很有可能成为 他当兵前的最后一个作品 他在剧中的剧中心 我感到有更多人感觉 更多人感觉 更有亲爱的感觉 更有更便宜的感觉 为了这部剧 金在宗还特意操作自己 务求和角色更加相似 这次的新剧 其实是讲述失散了20年的三兄弟 再次重逢 而发生的一连串故事 饰演大哥的李凡秀是一个刑警 还会有不少的打斗场面 而这次也是他和金在宗第二次合作 在发布会现场 他也有大赞这位后辈 在新剧中时愿将会饰演三兄弟中的弟弟 还会和二哥金在宗 争由白珍熙所饰演性格乐观的赌场可观 但搞三角恋 虽然时愿近这几年一直都有保持着拍剧 存下不少演戏经验 只不过这次角色的气氛比以前多 所以他说拍戏上来也挺大压力的 我以后一段时间一直是在拍戏中心 这种程度是最初的,最初的最后的剧场 所以这种感觉非常大 我设计的作品是几个人的一位 就是一个人的账截 如果有一个人账截 我设计的账截 我设计不太账截 很重要的一部分 這部分是十分用的 這部分的作品 十分之十分之十分 努力和努力